好了 驚頭刷 回到臺灣 來看為例的台南的六甲 已經有三百萬年歷史的佛教聖地 恰山龍蚵鹽 本地這個市集是這大片的蚵水 但是現在的已經是大家記得了 心中看到是都剩一條 這個廟室的師傅也說 這是百年來頭一次看到這種的狀況 變成地方的民生 但是這次蚵蚵也撞不住 十公斤蚵水 竟然打了 這個外面不告訴人員說 不再看過 曾經發生過嗎 沒有 我來著作裡頭還沒有 蚵蚵又發抄了 蚵沒水之後 這些魚 蝦也都不換 看到這種情形 不然這個心中都很中心 實在人員說 這是一百年來頭一次 沒有水湯 到底有熱不方便 開餐廳的人最佳 對 全部用紙盒 因為台南鐵路 地下花市的行政區停水 四點鐘 兩萬三千戶受到影響 我沒辦法洗 四個都是水湯 那又出名的肉圓老店 老闆人員說 這麼要開門做生理 幾點休息 要看水有多少 沒水會有 有的客人會覺得 我沒生意的 覺得會害怕 所以有的客人會直接包回去 水湯上面是覺得 台南雖然說水口 有多冬到七月份 但是如果天空壁又沒有落後 強勁的金水 不是一兩天的事情而已 三五天天兩天的黑幫人來 將會發生更大的影響